最新的分析发现,随着贷款率率调升引发的房屋价格下降 在今年6月份前后,房市最火爆时购房的27万房主 其房屋已经变成了负资产,即房价已低于他们所欠的银行贷款 黑骑士数据分析公司发现,第三季度,在美国45万栋负资产房中 有接近60%的抵押贷款是在今年前9个月 这相当于2022年以抵押贷款买房总数的8% 其中接近40%的房屋可利用净值不足10% 黑骑士的总裁本格拉斯克说,尽管房价回调放缓 但屋主的产权风险仍然很大 虽然房屋的负资产的比率远低于历史水平 但是最近以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,以大流行早期或之前购买的房屋相比 仍出现了明显的风险差别 目前,房屋买家的负担能力接近35年来的最低点 如果房价进一步降低,将有更多房住陷入负资产房的促进 11月中旬,Zillow的数据显示,南加州的房价正在下降 比今年5月份高峰时降低了5.4% 那么这也带来一个问题 房屋价格正在下降,房产税也会下降吗? 在2023年,湾区的房屋价值可能会继续下降 旧金山湾区的降幅将是全美最大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房产税也会下降 根据Zillow的数据,到明年秋天 旧金山都市区包括东湾和中半岛的房价预计下降3.6% 是所有大型都会区,中降幅最大的 在盛河西,房价预计下降1.8% 您的房子价值下降,并不一定意味着您的房产税会减少 湾区大多数县的房产税缴纳将在下周一到期 加州选民在1978年通过了第13号提案 该法律通过将住宅物业的评估价值 以及被征收的税额限制在每年征服2%的范围内 来保护人们不会因为房屋价值的飙升而被大量加税 只有在出售或翻新时,物业才会按市产价值重新评估 除非您最近买了房子,否则13号提案已经压低了您房子的应税值 所以今年秋天房地产市产的小幅下跌不会影响您的税单 明年也不会 获得减税的唯一方法是,如果您的住房的市产价值 下降到低于现评估员办公室确定的评估价值 但是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的 例如,如果您在1975年以8.5万美元买了房子 即使它的市场价值后来飙升到300多万美元 它的评估价值可能只接近于30万美元 随着经济降温,您的房子的市场价值必须降到30万美元以下 您才可以得到减税 那么在过去一年左右,买了房子的人 可能会看到他们房屋的市产价值低于他们的评估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,他们的县可能会自动以较低的价值重新评估他们的房屋 并降低他们的税收 或者业主可以要求进行非正式审查 如果被拒绝或者被重新评估但不满意评估结果 业主可以提出散述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降温 Santa Clara县评估员拉里斯通 预计它的办公室会提供更多的房产税减免 但是由于返产税是延后的 这种折扣不可能在目前出现 在这种折扣不可能在这里